英特尔公司昨天就宣布要裁员1.5万人 大家知道英特尔公司在美国半导体行业来说 都是寄托被美国政府被美国人民寄托于厚望 给了大量的资金希望它能够重振美国芯片业 这里主要是指的美国芯片制造业 而不是芯片设计产业 那么英特尔公司结果用裁员1.5来回应这种期待 当然资本市场肯定也就不客气 直接用股价暴跌20% 那么投资人可以说是用脚投票 某种意义上我个人认为这幕后反映的是 美国芯片制造业焖碎的现实 因为在美国长期以来开始做各种各样的所谓的服务业 金融服务业华尔街来钱快 然后在高科技产业更多的是什么呀 向全球收专利费 更多的是做芯片的设计或是叫做科技产品的设计 在科技的制造行业来说呢 过去很多的补贴资金 美国政府的产业政策最终所得到的结果呢 并不让外界感到有任何惊艳的地方 也就是说呢效果比较差 那么我们首先呢还是笼统的来看一下 美国科技股的总体表现 为什么会出现大跌的行情 首先纳斯达克呢是大跌2% 那么道指标普呢也是重挫1% 特斯拉和英伟达下跌6% 那么英特尔的盘后呢我们前面说了暴跌20% 这个可以认为是美股三大支这个指数的集体下跌 反映的是当下美国资本市场呢整体是涨得太高了 对吧涨多了呢就会下跌 这是一个大趋势 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 在这个大多数的科技股的表现方面呢 这个除了特斯拉英伟达和英特尔呢 其他一些公司的表现呢也不怎么样 你比如说ARM公司作为一家非常重要的芯片企业呢 它是重挫15% 对吧你以为只有这个20%下跌的英特尔公司吗 对吧ARM公司下跌15% 那么高通公司作为美国另外一家芯片的龙头企业 股价下跌9% 9%不是一个小数字对吧 博通公司安森美半导体 这些公司呢股价下跌8% 那么美光科技下跌7% 联合航空波音下跌6% 当然波音和联合航空呢 反映的是美国的经济以及美国在航空产业的一个状况 那么就具体的美国半导体产业来说呢 我们所列举的这些大名鼎鼎的公司 表现呢都是出现了大幅下跌的情况 对吧 你说特斯拉6%的下跌 英伟达6% 英特尔5% 然后苹果公司 亚马逊公司呢 也都是下跌的 ARM公司下跌15% 高通下跌9% 那么博通下跌8% 安森美半导体下跌8% 那这些数据本身呢 其实已经反映出美国半导体产业呢 出现了大幅的回调 那么后续的走势呢 我个人认为还会延续这样的一种状况 我们等一下会和大家来说明一下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纳斯达克的中国金融指数呢 也是大跌了3.35% 包括像这个蔚来汽车下跌8% 腾讯音乐下跌6% 等等 那么这些呢 都是关于中国的一些资本市场 那么这是美股的表现 那欧洲市场呢 欧洲三大指数可以说是全线下跌 无论是法国巴黎股市 那么下跌2.14% 或是德国下跌2.3% 那么其他的像英国的股市呢 也是跌幅1.01% 那其他的市场呢 我们今天早上看到了日本的市场 对吧 日经指数呢 日经225指数 还有东京证券指数呢 它的跌幅基本上呢 来到了5%左右 那今天早上 刚刚开盘这么短的时间就跌超5% 我们看到日历跌了8% 那么日本的分田汽车跌超4% 那这样的跌幅比例呢 是非常之大的 那么出现这样的一个总体的状况呢 我们看得很清楚 就是整个的震惊局势呢 在过去几年美元加息到现在为止呢 的确已经出现 来到了一个不得不做出调整的时刻 也就是呢 降息也是大势所需 很快就会到来 那么我们看到英国方面呢 在这个昨天呢 降息25个基点 也是英国央行 时隔4年之后的首次宣布降息 这件事情的影响呢 可以认为是 这个美国降息是在被弊形的 又一个先导信号 那么随着美元的降息呢 那么整个对美国的这个市场的冲击呢 肯定会非常的大 那么美元资产在全球的价格过去 持续性的下跌 其他的货币呢不断的下跌的状况呢 肯定会得到很大的转变 特别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 那么日元的升值等等 那么前面呢是为大家总体介绍 美国科技股 特别是美国半导体股 狂泻的一个状况 下面我们就要来详细的分析一下 以英特尔为例 为什么美国重振半导体 这个制造产业 闷碎的这个现实状况 那么英特尔公司呢 就发布了它的营收状况 第三季度的那么第三季度的 营收状况的数据结果呢 让外界非常的失望 所以才会出现 英特尔公司发布财报的同时 就做出一个全新的动作 要裁员这个1.5万人 那么英特尔的芯片业务 已经被更多的其他竞争对手 把它的市场份额呢给抢走了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看到 英特尔公司呢还宣布 从第四季度开始呢 暂停向股东派发股息 那么直到现金流改善到 可持续的高水平 那么这件事情 这个动作本身呢 是20年来 是1992年以来 30年来呢 32年来的第一次 也就是说 30多年的时间呢 这个英特尔公司此前呢 都是正常的 经营正常的派发股息的 但是呢 32年后的今天 英特尔公司决定 不再派发股息 那么这件事情本身呢 也反映出呢 英特尔的经营状况 的确不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看 英特尔的CEO基辛格 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 我绝不幻想 我们前面的道路 会比较容易 换言之 对未来的期待呢 还是持一个悲观的前景预期 我们在一些 这个行员大佬 企业CEO 发布财报 进行对外 进行发布一些公告的时候呢 总是会给出一些 比较乐观的期待 对吧 总是呢 会给出一些希望 但是我们看到 英特尔的CEO基辛格 他说 未来的道路 会更加艰难 同时他说 不应该对未来 抱有幻想 而且他说 现如今 我们正在经历着 公司历史上 最重要的一些变化 换言之 英特尔公司的这个革命呢 这些改革呢 恐怕也是势在必行 另外呢 英特尔的CEO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营收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 财务状况也不如预期 他说 财源是必要的 英特尔公司必须找到 可持续的发展的状况 很多朋友在他 英特尔发布的财报当中 看到的是一些数据 是一些经营的状况 那么英特尔宣布 财源1.5万人呢 是英特尔对于现在 改变现金流 改善现金流状况的 一个举措 那么英特尔公司的股价 下跌20%呢 是投资人对英特尔现状的 一种直接用钱 来投票的状况 但是呢 我们要知道 这些都是宏观的数据 那么我们下面 就要来具体的告诉大家 英特尔公司究竟 在现在的产品创新方面 究竟遇到了哪些的问题 我们举一个例子 就能够发现 我们线上有73位朋友 同时再先看观看 我们有28位朋友点赞 请各位朋友 点击视频下方左侧的 白色大拇指 给主播点点赞 那么帮助我们 这个把节目呢 推荐给更多的朋友 我们看到呢 最新的一个状况 就是英特尔的 这个13和14代的 酷睿处理器呢 那么出现了 由于过高的运行电压 而导致不稳定的状况 所以现在呢 美国就有一些律师开始展开调查 那么美国消费者和全球消费者 可能会对英特尔公司 采取所谓集体诉讼的策略 那么英特尔公司当下呢 也做出表示 要妥善的帮助用户 更换它的第13代 和第14代的酷睿台式CPU 所遇到的性能问题 那么也就是说呢 可以进行退货 可以呢 对这个设备的CPU 进行更换等等 但这件事情的意义呢 并非反映的是 英特尔在客户服务方面的 承诺或者一些作为 而是反映的是 英特尔公司作为全球 提供这个CPU 这么多年的一家 老牌芯片公司 结果在产品创新方面呢 它的13代和14代的 这个旗舰CPU呢 那么出现这样的状况 对吧 电压过高 导致产品性能有问题 你想想看 消费者选择一款产品的时候 肯定会投以信任 对吧 结果英特尔公司的产品创新 产品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如此之差 那么消费者在后续的表现当中 对英特尔公司的产品 一定会更加失望 那么英特尔公司 在市场的销量呢 肯定会受到影响 而且大量的这种投诉 产品不合格 如果美国的律所这种 集体诉讼的 这个最终胜诉的话呢 那么英特尔公司 还面临巨额的消费者赔偿问题 那么这件事情本身 对英特尔的这个产品的 信誉度 对英特尔的品牌 对英特尔在全球的未来发展呢 肯定也会产生很多负面的影响 换言之 无论从产品创新 科技创新 到它的财报表现 到它的裁员动作 对吧 我们都看得很清楚 那么英特尔公司的表现呢 越来越令外界失望 这仅仅是美国高端制造业的一个缩影 我们知道最近呢 特斯拉汽车的自动驾驶功能呢 出现了很大的状况 那么特斯拉的自动驾驶 又这个撞死人了 那么于是乎呢 召回了大量的特斯拉汽车 那么特斯拉的自动驾驶 FSD是否真的如同其宣传的那么强大 外界的质疑声也越来越多 另外一方面 美国波音公司 在过去呢 长期的这个创新不足 那么产品试验不足 但是波音公司呢 不断和美国政客搞在一起 美国的国会议员 美国的这些 这个政府高层 不断在全球呢 来推广美国波音公司的飞机 结果美国波音公司 在全球的销量 全球的产品的布局呢 很大程度上 就是靠这些政客 在外的在外呢 为他们拿取大量的订单 但是问题就在于呢 产品创新不足 迟早会爆发问题 所以波音公司 也是美国高端制造业 创新不足的一个缩影 除此之外 苹果手机也是如此 那么美国打击华为公司 结果呢 让苹果在中国市场 和全球市场呢 占据着很大的市场份额 很长一段时间 华为所丢失的 高端手机市场份额 都被苹果公司拿去了 如果不是美国出手 大家在一个公平的 擂台之上来竞赛的话 苹果公司恐怕 没有这样的机会 获得这么高的市场份额 换言之啊 我们今天所为大家列举的这 三家公司的这些表现呢 都反映出一个同样的状况 苹果公司产品创新不足 过去几年的好日子呢 很大程度上 是美国政府打击华为 所得来的 波音公司产品创新不足 那么波音公司 在全球的订单获得呢 主要是通过 所谓的政府游说 美国国会议员 在全球四处呢 为它拉订单 然后呢 他们波音公司为美国的政客呢 提供所谓的竞选资金 政治现金等等 刚才所说到的英特尔公司 在美国的芯片与科学法案当中呢 拿到了大量的这个资金补贴 台积电和这个三星公司 无论在芯片制成 工厂建设 产品技术 各方面呢 都远超英特尔公司 但是他们在美国投资设厂 进行巨额投资 可是最终呢 在美国芯片法案当中 所拿到的补贴的金额呢 却远远小于英特尔公司 那么这件事情本身呢 就反映出 当下美国核心的科技产品的 创新力和此前相比 的确已经出现了大幅的衰退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因此我们看到 现如今的这个 美国的高端制造业 所谓重振芯片制造业的期待本身呢 我觉得已经闷碎了 当然我们也要客观的说 这一次美国半导体股价 大幅的下跌 那么其中也 抱歉啊 那么其中呢 也包含着其他一些重要的因素 那么就包括 涨多了就会跌 对吧 这个事情呢 万物皆周期 这也是非常正常的一种状况 那么过去的几年呢 随着美元加息 那么美国呢 不断的这个在资本市场上 不断的发钱 那么整个社会的这个资金流通呢 非常充裕 加上了美元加息之后 全球资金呢 回流美国 那么导致呢 美股是不断的上涨 那么半导体产业呢 也是在AI的概念加持之下呢 不断的上涨 AI概念的第一步 一定是基础设施建设 一定是人工智能芯片啊 随之而来的就是 这个美国所谓的 这个美国科技股的七姐妹啊 不断的上涨 但现如今呢 我们会发现 AI的这个概念本身 究竟能够为美国的科技产业 带来多大的价值呢 外界的质疑声也越来越多 所以呢 就出现了大幅的回调 另外呢 美元降息也是势在必行 加上我们看到最近的 这个新兴市场 包括中国市场的 人民币的升值 包括日元的升值 包括英国呢 已经提前宣布降息 所以呢 就会出现 现如今的这样的一种状况 整个的大格局 过去几年的 这样一个周期呢 已经出现了 根本性的回转 那么前面我们所说到的苹果公司 那么正好最近呢 是美国的财报季 各大公司呢 都发布了他们的财报 当然特斯拉的财报非常惨淡 所以股价大跌 那么谷歌公司的财报呢 也是呢 这个很多方面不及预期 那么外界质疑 人工智能的概念 无法真正的为这些科技企业 带来真正的营收 所以巨额的人工智能 基础设施的投资呢 最终可能会变得回收率不足 那么这种情况 就会让外界来质疑 当下人工智能概念 所这个因此 所大幅上涨的 这个股价呢 实际上可能呢 要面临啊 这个信用的危机 那么此外我们看到 这个微软所发布的财报当中 很明显的 传统业务还在快速增长 但问题就在于 微软的云服务 微软的人工智能服务的增长呢 已经非常乏力 因此外界呢 也是对微软公司 这个发布财报之后呢 股价下跌 那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英特尔公司呢 就更不必说了 因为它是美国高端制造业的代表 而美国的高端制造业呢 在过去这么多年当中 发展是最为惨淡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必须要说 苹果公司在昨天 所发布的财报 那为大家呢 做一点点分析 苹果公司的财报当中呢 谈到了很多的话题 当然也涉及到了 中国市场的表现 远远不及预期 那么另外呢 人工智能在苹果当中的作用 Apple Intelligence 对吧 另外呢 还有就是iPhone16的一些状况 苹果公司的财报发布之后呢 其实是比外界的预期呢 要略高一些的 略高一些的 但是总体的这个 这个也有一些隐忧存在 你比如说 苹果公司在中国的市场的占有率呢 已经是下跌了这个7% 那么远远不及分析师的 153亿美元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期待 那么苹果公司在中国市占率 根据各个机构 所得出的最新数据呢 已经跌出了前五名 跌出前五名 最新的排名当中 前五名中国市场的销售的手机品牌 都是中国本土品牌了 那苹果公司已经跌到了 IOS这个行列 另外一方面呢 即便是抛除掉了所谓的 美元升值 人民币啊 这个贬值等等汇率影响呢 那么苹果公司在中国的收入呢 依旧是下跌3% 那么这样的一种状况呢 让外界引发了两个联想 第一个联想呢 就是苹果公司在中 毕竟中国市场呢 占据苹果这个全球市场的份额呢 非常高 它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市场 它不是一个影响力小的市场 因此在中国市场的整个状况 不如预期 这件事情本身对苹果公司来说 未来的期待呢 未来的这个啊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隐忧 另外一方面呢 外界对苹果公司产品的竞争力呢 还在持一种观望态度 虽然苹果公司抛出了所谓 Apple Intelligence AI 苹果AI的这个概念 但是问题就在于呢 苹果公司在中国的这些竞争对手们 也都在推出各种各样的新的款式 新的设计 相关的手机 那么很快也会在全球市场的推出 那么因此呢 苹果公司未来 它不仅在中国大陆的市场份额 会逐渐降低 经过14亿人的这个市场的洗礼呢 中国手机品牌的竞争力 已经被充分的认可 未来中国手机品牌 在全球市场一定也会进一步的 和苹果公司竞争 包括华为公司的手机 那么也就是说呢 苹果公司未来的走向呢 可能也是引发一些担忧 就像在中国电动汽车市场当中 如果被中国汽车品牌打败 那么未来中国这些电动汽车品牌 一定会走向国际市场 在走向国际市场的过程中呢 那么其他的国际品牌 过去在国际市场上 所拥有的市场占有率 也一定会被逐渐的竞争过程中会失去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知道 苹果公司它的手机 在市场当中呢 很多消费者诟病的是创新不足 那么目前全球的手机销售当中呢 有几个核心的关键词 第一个呢 叫做人工智能 第二个呢 叫做各种的科技 黑科技 各种创新 比如说卫星通话呀 比如说它里面的一些 新的这个人工智能的玩法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所谓的折叠手机 苹果公司 过去期待在2025年 推出的折叠手机的这个期待呢 现如今不断的推迟 那有消息认为呢 可能会推迟到 2027年才能推出折叠手机 而现如今市场上的主流产品 无论是三星 还是中国大陆的手机品牌 都纷纷推出了折叠手机 那么这件事情本身呢 对外界 对苹果公司的质疑 创新不足 这件事情本身呢 又是一个啊 佐证 又是一个佐证 那么苹果公司 在这次的财报会上 还透露了几个重要消息 比如说切的GBT 和Siri的融合呢 预计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 还有一个和中国市场 有关的重要消息呢 就是这个苹果公司的AI 也就是Apple Intelligence 什么时候能够登陆中国的问题 因为这涉及到 中国的监管要求的问题 那么库克呢 在财报会上表示 苹果公司正在和中国的 监管部门接触 目标是要把人工智能 提供给所有人 那这件事情 此前坊间传言呢 苹果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可能是要会和百度公司 来进行合作 这个呢 当然是坊间说法 毕竟啊 苹果公司不可能选择 其他的手机公司 来合作AI 因为其他的手机公司 和苹果公司 是直接的竞争关系 那么和百度的合作呢 百度他并没有做手机 所以呢 我觉得可能性也比较大 那么百度在人工智能方面呢 也是投入巨资 过去这些年呢 也有着比较不错的表现 所以我认为呢 这种可能性呢 目前是最大的 那么我们且看 后续的总体表现 总之呢 今天我们第一个话题 能够看得很清楚 英特尔公司股价暴跌20% 其他的美国 什么AMD啊 下跌 而不是AMD ARM公司下跌15% 那么其他公司 也都大幅的下跌 这反映出 过去这么长时间 那么美国在半导体产业当中的 各种作为呢 实际上 随着股价不断的被推高 不断的泡沫化 现在终于要开始要面对现实 价格是围绕着价值在波动的 那么你的价值 如果一直无法放大 你的价格呢 迟早得老老实实的 回到你的基本价格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就看到了 美国政府 拜登政府 所谓的芯片与科学法案 搞这么多年呢 结果美国英特尔公司 照样裁员1.5万人 那么拿了巨额的资金补贴之后 好像干不出来 非常像样的活 这件事情呢 已经引发外界的很多诟病 那么究竟 美国英特尔公司 美国芯片产业 未来的发展会怎么样呢 那么是不是说 美国的芯片产业 还有重振的机会呢 我个人持高度的悲观态度 尤其是芯片的制造业 当然美国在芯片设计产业当中 你比如说高通公司 这个英伟达公司 甚至苹果公司 自己的芯片设计呢 还是有其独到之处的 那么在芯片的设计方面 或许还能够在市场上 长期处在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地位 但是在芯片制造方面呢 美国恐怕没有机会 重振了 这是我的基本看法